其指结算日的港股,加上隔晚美股大跌,不少人以为港股一定凶多吉小了,这个估计对了一半,港股确曾跌了一下子,最低时值逼24000关,低见24045,跌455点,不过蓄势以待的好友,即在低位展开手套反击战,很快收窄了跌幅,下五月战越勇,竟由跌转升。 最高建议24694,升194点,收市报24663,升163点,成就了年升三日的强势,三日共进账471点,从升幅计,不足50点,算不了什么,不过,不要忘记,这事在市场普遍对后市传戒心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。 就不应轻而视之了,昨日的结算日,可谓尽显好友公家,淡有有如老牛,被牵着被指走,确实打了精彩一仗。 本地地产股昨日作出报复性上扬,先前不尽不实的谣传以获澄清。 大地产商表态,将与政府合作,为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作出贡献。 这一番状语十分得体。我拍手掌欢迎也。我相信,大家讲得出要做得到。所需这事有个强而有力的统筹。首先是各地产商自己报家底有多少农地。 有多少市区旧楼,政府要做这事作整区规划,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。这样就可以令生地变为熟地。马上可以动工起楼。 另外,市区重建要加快,补偿要合理,该安置者一定要安置好。这样就可以对付钉子户。将强拍门栏降低,使这些职业钉子户不能任意妨碍工程的开展。一切有罪进行。香港的房屋供应量必然可以大幅增加。 从这一角度看。地产股的利润一定会除货于轮转而增加。一举三赢。显示地产股之声绝非虚火。何况在这以前。地产股已作了相当幅度的调整呢?多只地产股包括新地、行地、新世界、长实、顺治、加里建设均可看高一线。新经济股的魅力在减弱中。近期每多折腾。 不少人中招。入了贵家货。什么时候能脱身?难说了?概风向在变。互联网据企正处监管和整改阶段。有消息说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月将审议反垄断法。阿里、恒讯、美团作日齐齐下跌。此事对新的规管提早作反应。恒大传系反弹。理由是该是开始出售非核心业绩。 手中售产是一家银行的股权。回笼100亿元人民币。于是恒大弹升1成4。说明市场欢迎这一行动。 今日是9月最后一个交易天。若能4年升。就更显转势之机。10月市市回升市。有寄望已。